嗨大家好,我是齊磊 原位是咖啡閒台的創辦人 我是一百多位桌長的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的背景就是資訊過度爆炸 科技越發達,其實演戲很容易 但是其實人性的距離越來越遠 所以我們在推廣比較反撲歸真的社交文化的運動 我們在做什麼就是半實體的聚會 可能生活中麻煩的問題 對別人來說就是很簡單 聽不同的故事就可能有不同的啟發 我們的概念其實是來自於 原本法國還有一個沙龍文化 其實沙龍是偏貴族 其實咖啡文化就比較偏大眾 就是一個咖啡館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件議題 我們的價值觀就是凡族 凡族有可能就是凡的元宇宙 就是比較偏虛擬的 或者是大公詞 我們就是凡居一些小的議題 像地方創生那種 溫度就是我們是實體的聚會 就是要有實體的腳 因為有些人就是 雖然線上很活躍 但是你永遠就接觸不到那些 只會活在線下的人 然後劇中心話就是我們有很多桌長 像是我是參加第二次聚會 我就成為桌長 就是我就是對這個咖啡顯得很共鳴 所以我就自己成為桌長 那聚會就是每次都有三個桌長 就是有不同的議題 像是我就是負責心理學哲學的桌長 那其他可能就有ESG 或是很硬的AI 也可以當我們的桌長 就是平衡各個議題 所以是三個桌長就會有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難度這樣子 那每次都交了一個半小時 那他進行的方式就是 就是先自我介紹 然後介紹議題 然後互動閒聊 然後在最後三個不同桌的人 互相分享這樣子 那我們的概念就是 聚集一群有理念的人 讓美好的事情發生 對 那我們是從2018年開始的 然後我們已經舉辦了84場活動 然後有快1200人的參與者 然後目前有130位的桌長 然後大約有分五個大領域 那歡迎就是 各位都是非常有理念理想的人 可以來當我們的桌長 就是我們每個月 我們目前辦聚會的頻率是每個月一場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提升到每個禮拜一場 那因為他是去中心化 就是不一定要每次都有 有那個創辦的原位來hold組 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我們就是 覺得桌長已經構成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自己來辦活動 然後我們 我們目前有 我們原本有10家合作的場地 那是因為疫情 所以倒了只剩下5家而已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透過 就是實體的場地啊 然後 雨灘人 然後還有就是議題 然後讓 就是我們是一個平台 就是讓 讓這些議題可以發生的場所 這樣子 好 比較簡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可能跟彼此各自的距離都比 就是實體的人 還更靠近 那我們下一位請Noah分享靈智電子藝術結黑客送 然後下一位翁翁請準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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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